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次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 不要用圣经做一个棍子 做一个让他觉得越来越痛苦 你要用圣经带出好消息 不要用圣经带出耶稣 能够遇见耶稣 不管是直接间接的 俱约新约 他所认识的上帝 是那位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 为你死 因为爱你 爱你到一个程度 爱死你的那个上帝 了解吗 那个上帝带出来 要不然就不会把圣经带出来 了解吗 可是你这样你自己要开始 开始在你的脑子 或在你的笔记本 要收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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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圣经越说越好 了解吗 然后你就知道什么东西 你可以对这种下药 可是你要用圣经药很小心 真的是要带出好消息 鼓励 安慰遭救 我那个 我举一个例子 我那个 我说那个考上太大 第二天去自杀 然后来到信了耶稣 很多很多事情比较容易做 比较方便 有时候可以用神的话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 他 他就是一直 一直 差不多 好像我们这个心理治疗 这个忧疑症 差不多到这里 他就没有办法再突破 他有一次 我也觉得 他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再往上 他就好像有一个系列 那么有一次他跟我说 他信了耶稣 他非常乖 他们叫他做的 他都做 然后这个小屋 照旧课程 主位崇拜 什么 这些经拜 他都做了 他跟我说 父母师 他说 有一件他说 他基督徒要做 所有一切我都做 可是在所有一切当中 有一个 我就是 我就比较 我就是 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就是敬拜诈美 他说敬拜诈美 他说 坦白地讲 我要说上帝那么好 我每次要说他都好 我知道理论上 我应该敬拜诈美 所以我就顺服 我就敬拜诈美 可是我心里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感觉 如果上帝真的那么好 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那14年 痛苦挤了 痛苦死了 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在哪里 我觉得 所以我心里 我觉得 所以他 所以他 我觉得敬拜诈美 他 是 他说 他说 父母说 我不喜欢上帝 我喜欢耶稣 所以 我回去 我给他做一些神学教育 对不对 上位一笛 道成肉身 什么 这个 所以后来他 这个比较清楚 可是他说 我还是 不喜欢敬拜诈美 后来那 我记得 我有一个礼拜 也是礼拜二早上 跟他 跟他约谈 我记得 其实我知道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问题 他是 雅各书 第一章 心怀而已 我记得 他的问题 是心怀而已 他不是 他没有真的 就是 全心全意的 敬拜赞美神 那么 可是我说 我那天 去跟他见面之前 我就打了 说主啊 怎么跟他讲这句话 这个好像听起来 好像是密律法 对不对 就有责备 好像定罪 让他觉得有罪恶感 然后觉得 就好像这个 我可以 我怎么跟他讲这句话 让他觉得是好消息啊 所以说密法跟福音 分清楚 很重要 后来我祷告的时候 我就再去查 那个 雅各书第一章 那一段 我就有一些 新的亮光 所以我说 你如果以基督为中心的 捷径法 你如果以福音为中心的 捷径法 这个是耶稣的捷径法 所以你们放心 我教你们的 这个不是福利德捷径法 这个不是马丁路的 这个是耶稣的捷径法 马丁路的他自己也说 这个不是我的捷径法 这是耶稣的捷径法 对不对 耶稣说整本圣经都是讲我 所以我说主啊 我说怎么给他讲这句话 让他能够觉得 这个是好消息啊 然后觉得不觉得 这个是律法的控告 所以后来我就再次查那一段经文 这个心怀二义的是第八节 对不对 约亚各 亚各第一章第八节 心怀二义的人 OK 那 我就从 第五节开始 我就发现 上下文很重要 很重要 OK 第五节说什么 中间若有人缺少智慧的应当求 那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任的上帝 哦 所以我说 我记得那天 我跟他说 我不能讲他的名字 我说 孟宝 我觉得我知道 你的问题在那 可是当我看这段 这段圣经之前 我希望你答应我 我们先从第五节开始 再来我们看这个 看你的问题在那 你要先 很注意第五节 对你说这句话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上帝 对你说这句话的上帝 是什么样的上帝 他对你的态度 对你的看法 跟你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关系 第五节 他说 哦 福尔之地 他是那位 厚赐于众人 也不斥责人的上帝 所以 那个众人 如果能够改成我 对不对 他是什么样的上帝 他是那样厚赐我 也不斥责我的上帝 他是那样的上帝 所以你要知道 他讲的这句话 不是要斥责 也不是让你觉得很难过 很不舒服 很被定罪 很被 OK 我就往下面看 你的问题是 心怀而已 OK 哦 他就 他说是啊 我知道 这个是我的问题 神给我讲这句话 不是为了要定我的罪 是为了要医治我 给我更多的医治 所以他说 他不要我心怀而已 了解你的解经法 非常重要 你用神的话 用圣经来做学习辅导 你的解经法 非常非常重要 你一不小心 你的解经就变成那种 斥责 定罪 给他羞耻感 罪恶感 恐吓什么 你的用圣经就 不会带来医治 大家知道吗 所以你要用圣经 你要先心里 祷告 谨慎 主啊 主啊 帮助我 如果还没有找到 怎么样 怎么样 让这段经文 带出好消息 你就 把它摆在一边 不要给他 你换别的经文 好不好 所以 所以他说 是啊 我知道 神 不要我做心怀而已的人 是因为他要 是我能够得到释放 抑制我 过了几个月以后 刚好 一般天早上 主委冲牌 我就刚好 我就坐在他的后面 很巧合的 我就看到他 这个唱诗 是敬拜照美的时候 他继续说敬拜照美 好像 哦 很高兴 后来 聚会结束 我去找他 我说 我觉得你的 他现在在敬拜照美 好像有点改变 他说 父母师 我现在最喜欢的 就是敬拜照美 了解吗 所以说 神的话很重要 神的话是真理 真理是你的自由 可是你 神的真理 你的解释 非常重要 你怎么解释 是带出坏消息 还是带出好消息 是带出福音 还是带出律法 带出生命 还是带出死亡 这个神的话 这个是你自己要 谨慎 祷告 对吧 求主 让你能够每次 不只是念圣经 每次念 然后解释的时候 把那个生命带出来 这个 非常重要 OK 那 我们现在要再分小组 OK 我希望你现在 就再把你的宣言手册 拿出来 把那个表 那个ABCD ABCD 如果有 如果有空的干净的人就 OK 好不好 因为你那个原来的可能已经太 已经有一点乱 OK 那现在你就 你就 特别注意到 这个笔好不好 我们从三点到现在 讲了很多 应该是 很多你可以参考的 对不对 经文 而且那个解禁的精神 应该是开始抓到 有没有 抓到那个解禁的精神 OK 所以你现在 所以你现在 你如果 你现在用 用这个 特别是注意到 你要 不只是把那些消毒 这些东西消毒 那个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第二步 你要把哪一些新的摆进去 了解吗 不管旧约新约 你要把一些从神的化 然后那个经文 用经文来写一些新的心怀意念 OK 像我昨天提到说 我面对那个社友大会的时候 我就发现用约翰一书 第四章 在爱里就没有惧怕 因为爱就把惧怕就赶出去 OK 这个神的话 可是我自己把它变成 一句话 两句话 变成说 面对社友大会的时候 最重要的 不是他们爱不爱我 乃是我爱不爱他们 这是我的 你了解吗 所以你看 你现在 你如果能够想到一些经文 真的可以对症下药 OK 然后变成一个 你自己的话 放进去 OK 那我再说 这个因为时间有限 OK 今天下午时间有限 你们要一起吃饭 对不对 我很向往 OK 所以我们不能太久 所以如果你做得不完全 不觉得很完美 OK 你就那个完美虫 你就把它赶走 好不好 你就看 能不能试试看 做一个 有一点点 你觉得 可以 也许可以 稍微好一点的 好不好 不要太完美 不要太完美 OK 给你 五分钟 自己就安静 就写那个 你的内心 世界图解 好不好 你自己安静写一些 然后能不能找到一些 真的可以对症下药 一个一些经文 跟一些新的信念 就写在那个 你的B下面 好不好 OK 字 新的报告 就给院长 OK 两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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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便宜啊 很便宜啊 对不对 OK 今天是 十几号 十五号 十六号 下个月的十五号 以前要交到 你一家来 OK 下个月的十五号 以前要交到 谁家来 十交的人扣非 先讲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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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希望你写新的报告 是跟你自己有关系的 是你自己的 OK 那 刚提到说 三十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页 很多很多可以参考的 对不对 参考的经文 特别是三十八页 我是谁 在基督里 我是谁 哇 太多我被接纳 我百分之百安全 我有意义 You know Everything is all 这个讲来讲去 You know 这个我是谁很重要 为什么 这个主要的 我发现很多人从小就有那个标签 虫 就贴一个标签 我是谁 他的自我形象 他的自我观 You know 那个东西 刚刚刚我提到说什么胆小鬼呀 什么 或者是傻瓜 或者是有的孩子从小就贴一个ADHD You know Or什么 兔存 Weirdo Weirdo You know 我说兔存那个孩子 Or 你们记得雅笔士吗 旧约的 旧约的雅笔士 亚笔士 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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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笔士 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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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来的 我们一直分不清楚 斯跟斯 You know I 我到现在都不敢 我台湾来了 我不得清楚 我现在都 我都没有 我就一样讲这个 我就没有自信心 我就很怕 OK 这个是雅笔士 斯吗 斯 斯 OK 雅笔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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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ell Anyhow You know J-Bell 雅笔士 OK You know 雅笔士 从小孩 一生下来 妈妈 给他贴个标签 是什么 痛苦 他从小到大 每一次自我介绍 你好 我叫雅痛苦 我觉得这个比副窗户还更 我的名字 你不讲的 等一下我给你解释 You know 这个更痛苦 当然痛苦 很痛苦 我叫雅痛苦 You know 可是他的祷告 他的祷告 神就说yes 神说OK 他的名字就改了 You know 我现在不叫痛苦 You know I think that's really important 所以我刚刚 这个讲来讲起 我是谁 我说唯一的标签是 我是耶稣 基督的门徒 我是上帝家的人 我所提的标签是 我天上的父 说你是我的孩子 我爱你 我非常喜欢你 这个是你给我这个 我其他的 我都不需要 对不对 我都不需要 我不需要人的肯定 我不需要人的 我不需要讨人的喜欢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就很释放 我可以去爱别人 OK Now 那有人跟我说 这个你们可以参考 OK 那有人 所以你们发现 OK 你们发现 我教你们的东西 讲来讲去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 说这个都是属灵征战 对不对 属灵征战 因为我们是用真理 用真 OK 实 真实 事实 我们用事实来 真实 来真实 I think that's it 不错 我可以跟杨牧师建议 我们改 我们名字改成 真实堂 Anyhow We use the truth to 消毒那些谎言跟欺骗 OK 那这个就是属灵征战 因为你的仇敌 耶稣说他是谎言之父 从开始 从一开始 他就用谎言 来跟我们打仗 对不对 从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 他说你信的上帝没有你想的那么好 他有些好东西不给你 然后他们就说说不定啊 考虑考虑啊 就傻傻的 然后就一切问题就开始 对不对 然后呢一切问题就开始 然后越来越 越糟糕 所以他是从开始就是用谎言 欺骗 所以当然 从另外一个角度 这个你天天都要打仗 对不对 跟那个 他在你的耳朵中就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 一直一直讲很多欺骗 所以OK 所以OK 所以很多人 我在台湾 我这个题目 我讲很多人以为树林征战 很多人误会树林征战 很多人误会 他们以为 哦 就要 就要到什么地方 那个银垒 OK Alan跟我 银垒 很多人银垒 银垒是什么地方 是万华 还是北港 还是什么 你们不是台湾来的 你们大概不知道 但是我们又到那边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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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唱诗 要祷告 要大声地宣告 什么 其实当然 有时候那个 也说不定也有银垒 可是最大的银垒 不是什么地方 不是万华 不是北港 是在 最大的银垒 是在你的心怀意念 你被骗了 对不对 所以你要用真理 神的道 神的话 来跟那个东西打仗 你的武器 他的武器 大部分的武器 撒旦用的武器 是谎言跟欺骗 对不对 所以你的武器是什么 真理 有些人说 是权力对正 权力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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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 权能 权能对立 权能对立 OK 权能对立 OK now it's not it's not 权能对立 it is 真理对立 it's a truth encounter that's what it is all about 我用真理 所以也不是说 你祷告多大声 还是要怎么样 祷告多久 还是要打滚 还是要做什么 赶鬼 有的人 有的人问我说 你父母师 如果你这个是主灵灯 你会不会赶鬼 如果需要赶鬼 我不喜欢赶鬼 有的人很喜欢赶鬼 我不喜欢赶鬼 有的人的 counseling 有的人的counseling 就是 看到有人动不动 就开始赶鬼 你有一个抽烟的鬼 你有一个吃槟榜的鬼 你有一个打太太的鬼 你有一个 就开始赶鬼 我不相信这种counseling 但是我相信里面 如果一个人 有的时候 里面真的有不好的东西 真的有不好的东西 那个东西真的是 所以我们的 不只是跟属邪记的打仗 以弗所书第六章 还有克林多后书第十章 You know that's true 有一种属灵的层面 That's true 那我自己发现 有的时候 如果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有的时候你用神的话 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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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东西也会出来 而且 有时候他什么时候出来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有时候他就出来了 我提问那个人说 考上台大 延期自杀 我相信他来找我 他里面有一个不好的东西 I know 因为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 信了耶稣以后 他就 我们用圣经 来做心理治疗 用神的话 我每次叫他读圣经的时候 Oh my goodness 我就觉得 我跟他讲话可以很自然的 对话就会很流利 很流利 或者是看 看书看别的东西 也可以看得很流利 一打开圣经 他就会变 他就会变 然后他就读圣经 他很聪明 他的教育程度也蛮高 但是他一开始读圣经 他就开始读圣经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拿后赐鱼 就奇怪 就好像在脸上有一个趴子 我就觉得奇怪 怎么会 他怎么会 所以我知道 大概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 可是后来 我就用真理 用真理 后来 那个东西什么时候出来 我也不知道 可是我相信已经出来了 因为后来他读圣经 可以读得很 很顺 But you see 所以 这是我最喜欢赶鬼的方法 他自己就 就出来 我相信有的时候 他说那如果真的有被鬼附 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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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逃避 我就逃避 我可以逃避 我就尽量逃避 我说你去找别人 可是有时候你不能逃避 你就入校赶鬼就赶鬼 我有几次的经验 他就说 有一个 也是我的学生 他说我姐姐 我相信 我知道他有鬼附在他身上 他说你要帮他赶鬼 我说你不要找我 你找别人 他说我们现在就在你的邦室 等你啊 等你啊 我拿我 我 那我也有一次他 噢 妈呀 有一次他 我给他做心理治疗 他 因为我不能 因为时间 我不要讲太多 鬼故事 但是我也有 但是我也有 可是那个赶鬼 实在是我不喜欢 而且有时候真的花很长的时间 花很长的时间 好累 好累 第一个你如果要看 第一个我可以分很清楚 我知道很清楚 大部分的 有人说 鬼附 大部分是精神分裂 百分之九 是九 是精神分裂 I know 可是有的时候我也知道 我看他发作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不是精神分裂 这个是鬼附 那我也有 几次这样经验就赶鬼 可是我不喜欢赶鬼 那你不能避免 有一次他就 有一次有一个孩子 他就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面 我给他做心理治疗 他也是基督徒 可是还没有信主 他以前他的家 他也是搞那个灵界的事情 教鬼那个通灵 很多所以知道他 所以他后来我就跟他 我大概跟他做心理治疗 差不多到第四个礼拜 我记得结束的时候 那个是礼拜三下午 差不多五点 结束的时候 OK好 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三 我就继续谈 我就坐在那边 我就转过来 我的桌子在这里 他就不走啊 然后呢 他不走啊 下个礼拜三 四点 我们再 他不走 后来他就开始发作 发作 他就整个身体抽筋 然后就口里面 很像 epilepsy 或是电剑 但是他从来没有epilepsy 我认识他没有epilepsy 我认识他没有epilepsy 但他就尖叫 好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 你不能说 那你下个礼拜三再来 我的原则是 如果可以逃避 我就逃避 第二个原则是 如果需要的赶鬼 我不要一个人赶鬼 我绝对不要一个人赶鬼 我会跟他说 我睡那天 我说 我说 你等一下 我出去 我叫一个同工再进来 我们两个一起 那个很重要 然后第三个 他也愿意 我觉得他需要愿意 因为很重要 后来我就问他说 你里面有不好的东西 他说有 他说 我知道有 而且他会跑来跑去 我说你要把它赶出来 他说要 这个非常重要 要不要你 我觉得 所以一个是团 后来 我两个 一个同工后来 那个同工他说 很有意思 他说 我们就这样搞了搞 晚上八点八 九点 我买 可是那个同工后来 他说 父母很有意思 我觉得后来 我们三个人都在赶鬼 他自己也 也要把那个东西赶出来 所以不要再讲赶鬼的事情 but anyhow 我相信 反正不管是鬼赴 还是 you know there's a possession demon possession there's also oppression oppression 那不是真的有鬼 在里面 可是 其实我们都有被压迫 you know 你的仇敌 非常的 他很有决心 you know 很有决心 他一定要骗你 而且 所以你每天都要打仗 你每天都要打仗 那有时候你说服事 你要叫他怎么打仗 就打仗 你跟他说 我就不接受 我不吃那一套 OK 所以以赴索书第六章 你们都很熟悉 要穿上全 全 全 全副的军装 对 所以说 因为我们打仗 不是跟属邪气的 是跟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对不对 OK 那是真实 可是那个 你跟天 或者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那个不一定代表说 你每次去服事 你要赶鬼 哇 我觉得没有意思 可是你用神的话真理 其实你每一次讲到 礼拜天早上 除了崇拜星期 你也是做属灵征战 对不对 你也是跟那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都在打仗 你每次带一个小组擦巾 你每次 反正就是 你是二十四个小时 都在打仗 You know 所以可是主要的 不是全能对立 是真理对立 用神的话 神的真理 用耶稣 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来 祂一定会打仗 You know 我们今天下午唱的四歌 OK 除了这种打仗 这里他提到说 全副的军装 一个是真理 然后第二个是 actually 我不喜欢我们中文的翻译 You know The six things You know 以赴索书第六章 这是说 在你所服事的人 你要告诉他 也要帮助他 鼓励他 说这个是天天要打仗 OK 天天要打仗 而且 这个六个东西 这个军装 很重要 OK OK 第一个 他说是真理 OK Where is it OK 4 I'm going to Stand from the belt of truth OK OK That is 从第十四章 十四节开始 十四节 OK 就是 这个 就是 就是真理 OK The truth And I think 真理 Truth 主要的 你说要用神的话 没有错 圣经是真理 神的道 But you know 那个真理 是一个活生生的 是一个事实 真理是 我是谁 我是谁 我是上帝所爱的 上帝所拣选的 上帝所称为义的 OK You see I am 我的身份 我的地位 我跟耶稣基督一同 坐在天上 一副所书第二章 对不对 所以耶稣 一副所书第一章 耶稣坐在天上 一副所书第二章 我也跟他一起坐在天上 OK 耶稣在天上 他说 所有的权命都是我的 都要辅在我的脚下 所以我说 我跟耶稣一起坐在天上 我所有的权命 也是我的 你要辅在我的脚下 OK 你这个 你就给我 给我滚 这个魔鬼 OK 这个是真理 这个真理不是一个理论 事实上 我可以 奉耶稣的名 耶稣的权命 我可以把你谎言欺骗 你就给我滚 我不再听 我不再吃那一套 OK OK And then 第二个 他说 is 那个公义 Now I think 这个公义 这个是我的解释 这个公义 righteousness OK is not 因性称义 因性称义的意义是我算是一个义人 可是这个称义的人 一个义人 也要有一个义人的生活 you know 公义是我要活出来那个义 在我的一举一动 我要过一个义人的生活 要把那个义活出来 行义 you know OK OK Now tha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s the kind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n OK 他说平安的福音 well 那就是 你们要有机会 有机会 跟别人分享 你 you know 彼得前书 第二段 你有机会 如果有别人认为 你只望的缘 因是什么 你可以跟他分享 OK 为什么我信耶稣 传福音 OK and then 他说信的 I think这个信的 我不喜欢信的 我觉得应该就是信心就好 you know faith but信心 you know 我因为时间 我没有解释太多 其实我可以讲一篇道 信心 is again it is not 有的人把信心当作解释 信心解释就是乐观 我有信心 我的公司一定会赚钱 我有信心 我的儿子一定会考上台大医学院 我有信 这个不是信心 这个是乐观 信心是 信心在心愿里面 信心 信都有一个对象 那对象不是我的公司 我会赚钱 那个对象是耶稣基督 我对耶稣有信心 他会做最好的 我就交差他的手中 他所做的一定是最好的 you know 他所做的一切都好 OK 这个是信心 我信心的对象 是耶稣 不是对事情 有信心 OK Now And then salvation 也是回到我的地位 you know 救恩就是 我有安全感 没有人可以 这个宇宙 没有东西可以是我 以基督的爱 可以觉得 you know 没有人可以 把我夺去 从他的手中夺去 And then 神的话 神的道 就是圣灵 OK Now I think 这个我想 这个不需要再说太多 OK Now And then 如果 OK 这个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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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如果你 如果你大概知道 你已经开始差不多大概知道 你的关键性的那个信念 我知道了一些东西 OK 可是你觉得 还没有完全 情绪 还没有完全改变 你不要太快 失望 OK Because 这个我们叫做 Limbic lag 它的翻译是时差 But it's not exactly时差 Limbic 我们Jet lag 是时差 Jet lag 我每次过太平洋 我跟他们说 这个是最后一次 我每次去台湾 说这个是最后一次 我非常不喜欢Jet lag But 那个时差 可是还有一个Limbic lag Your limbic是你的情绪 情感 is in the limbic system Now 你的理性 is in the 前脑 the prefrontal cortex You know 你的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r Limbic system 你的情绪脑 You know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r Limbic system and your prefrontal cortex 那个距离 比 San Jose跟台北的距离 更远 or or 北京 or什么地方 武汉 you know 那个更远 you see because If you knew 你的脑筋 你的脑筋里面 有多少细胞 Billions of nerve of neurotransmitters and nerve cells and it has to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all of those细胞 oh 你要有耐心 如果你知道 你的信念 的问题在哪里 but you know maybe it's not okay it's maybe maybe 你的情绪 还没有跟你的前脑 the limbic system 跟你的前脑 可能还没有联络 没有联络很好 okay so you have to be careful the first is so如果你发现 你有一些 limbic language 有几个可能性 要考虑 okay 也许 你还没有完全 embrace 你的心的信念 you know 我不需要别人的肯定 我不需要他人的喜欢 you know well yeah i know 可是我还是有一点喜欢 you know 你还没有 我觉得 原则上 理论上 上帝很好 我应该敬拜他 可是我里面觉得 如果他真的那么好 我最需要他 那14年他在哪 you know maybe you just have 你要不要心怀而已 okay you have to 你要检讨一下 did I do I really believe what I'm supposed to believe okay 检讨一下 and then the second 也许你想要的感觉 you know is 不切实际的 you know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从 从那种很忧虑 就突然就变成乱高兴 你知道乱高兴吗 福建也讲吗 没有 这个是台湾国益 but you know 你不要太理想化 理想主义 you know maybe I think 我觉得比昨天 比昨天好一点 比昨天高兴一点 okay 比昨天高兴一点 right now okay now maybe 所以我说那个孩子 我跟他说 牧师我会完全好吗 我说你不会 你可以够好 跟我一样 you know ok 我已经不错 ok 没有人在世界上已经完全好 没有人在世界上已经完全好 第三个 maybe 你还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关键性的 you see that's when 采力他一直逼 别人说你 那个是你真的关键性的信念吗 you know 不要给他太多压力 but you know 我们可能都还需要继续 you know you know okay 我们要祷告 主 光照我 还有没有别的 还有没有别的 我还没有发现 also 特别是 你检查我 看我里面有什么恶性 you know do I have some sin in me you know you know 我有没有骄傲 就产生这个情绪不好 我有没有贪恋 别人的房子都 别人买的房子都比我的房子好 you know oh 我一段时间 我不要讲太多 you know but you know and then不要怕 神光照你有罪 他光照你有罪 不是为了要定你的罪 不是要玩 你看你多烂 你看你多 哇 你真的很菜 他主要是说 你这个有罪 我可以赦免你的罪 然后你就不要再犯罪 对 他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会把你这些东西要处理掉 and then 如果这些你都处理好 你可能第四个就是你有limbic leg 就是那个是 你知道这是一个事件的过程 okay 你可以贴一个牌子在你的冰箱 我请大家对我忍耐一些 因为上帝在我身上还没有玩 okay 就是这样 okay now that's that's limbic leg now okay now and then you have 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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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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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and you know it's just like physical therapy 一样 physical therapy 一样 我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在台湾 他是 但是我不能 因为我们五点半要下课 我这个姊妹很有意思 他65岁 美国退休了 他做一个大学 一个教授也做一个地营 那么他65岁 退休了 那他妹妹是在嘉义县做宣教士 在嘉义县乡下 西口乡 我当然不晓得有没有台湾的南部来的 我都知道 她妹妹 你从那里来的 这个姊妹 Mrs. Beck 贝士姆 她是大学教授知识分子 她妹妹看起来就像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台湾向下的老太太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可是她说你过来帮助我们 okay 马其顿 她说你身体很好 你可以还可以做 所以她说你就过来 她说父母是可以帮你找工作 在台大教书 所以后来我去 我就给她介绍在台大外文系 教英文 她就带她的学生给她 小竹插筋什么用英文 很好很有关系 只是她在台湾一年 然后她就问我 她到五月她说Wendell Wendell我的名字 她说我要不要再来一年 我说我很好 你身体很好 你喜欢学生也喜欢 我觉得好你就再来一年 你可以猜她问我这个问题 问了多少次 十八次 问我十八次 我要不要再来一年 到八十三岁 but anyhow 我记得她八十岁的时候 她到圆山饭店 刚好那天有人进到吃饭 刚好他们那个地打了 打了 她就摔掉了 她就她的 她就碰了她的腿 很有意思 可是这个太太 有很多人八十岁 他们碰了她 她大概不会再说 她很有决心 她后来有段时间住在我家里 因为我家住在一楼 她不需要趴楼梯 OK 所以她住在我家 她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天就做那种 那个福建 you know 她会绑一个一个 五磅的sugar a five pound bag of sugar on her foot 开到以后 and then she would put a five pound bag of sugar 我记得我的老三 我的小孩子 开粒 开粒 她四岁的时候 她也帮她 绑那个东西 然后她就踩着外面 她就会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and then 她的脚 就 可以 you know what do you call it 正 something正 you know 牙齿 how do you call it 脚正 脚正 OK but you know 第二天早上 她这样做 二十次 you know or 不晓得多少次 可是第二天早上 她的脚还是这个样子 you know or 这个样子 I don't know 所以 第二天早上 再绑那个东西 我再做 you know oh 大概两三个月 这样做 可是她 每天早上起来 她的脚还是这个样子 you see but you know 她就练习练习 所以说 你不要 你不要以为 你不要以为 啊 我找到了 我知道 那个信念 哦 感谢主 我就这个 已经换了一个新的信念 就没事 哦 你第二天早上 那个旧的信念 还是会 你知道 yeah 因为你的手里 就像猴叫的狮子 you know 所以你那时候可以 我来就练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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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可以写 maybe写一个卡 什么东西放在你的口袋里面 and not to like you know you know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 十字架 现在活着 something like 我在台湾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是医生 you know Dr. Dale I don't know anybody Dr. Dale 他是英国来的 Dr. Dale 他是我们家庭医师 you know he was a 他是宣教师 but he was a doctor you know and 我记得 我每次去看他 不会有生病 或是拉肚子 或是感冒 什么 去看他拿药 其实他只有两种 都是味道苦的要死 一个是 一个是为了拉肚子 一个是为了咳嗽 you know 因为我们在台湾 常说不是拉肚子 就是咳嗽 but anyhow but那个 真的 有时候我觉得 有时候你一个拉肚子 你是用意志力 不拉肚子 因为你不想再吃那个药 所以 but anyhow 我每次去看他的桌子上 他的桌子上就贴一个东西 not I but Christ oh isn't that beautiful not I 不再是我 那是基督 you know 很好 如果你的桌子上 需要贴一个东西 你的冰箱要贴一个东西 you know that's ok you know 你可以 你许你的新的信念 不管你新的信念 ok now I don't think I will I just ok yeah but I think 我现在就要问你 说这几天 从礼拜五到今天礼拜天下 ok now 你自己有没有发现 你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想法 有一个信念 你觉得可以把它丢掉 可以 可以淘汰 可以不需要有这个信念 这是一个错误的信念 一个比较习惯性的 很多年很多年 一个比较习惯性的 一个比较 比较大的一个蟑螂在你的 ok 有没有发现 有一个东西你觉得你可以把它丢掉 如果有的话 你就把它 你就打开你的宣说 彻底四十四页 ok I think it is 四十四页 是 Is it OK OK 是不是 OK 如果你发现 你有一个信念 你觉得 已经很久 就是你决定 你要跟他说 我不再吃那一套 我要把这个信念丢掉 OK 你就写在你的宣说车 这个 这个 我们不会再分小组 ok 不会 这个是 没有人知道 只有你跟上帝知道 ok 你就写在那个 好不好 一个旧的 一个 很糟糕的 一个习惯性的 一个信念 Yeah You see I don't know What is my What is my 我记得 当我那个时候 我决定 我有一个信念 他们都比我厉害 记得吗 以前他们 是因为他们都比我大 所以他们都比我厉害 后来就发现 他们都比我年轻 所以他们都比我厉害 我就说 这个事还太夸张 太离谱 但我觉得 那个信念 我可以丢掉 ok 我就可以丢掉 ok 你想一想 你这几天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一个信 你有一个想法 你觉得可以 可能是一个 未来丑 可能是一个过去丑 我买那个房子是买错了 已经十一年了 或者是可能是一个标签 可能是一个夸大虫 可能是一个应该虫 你就把一个东西 如果是你觉得 我不要再有这个信念 可能是一个买怨虫 抱怨虫 I don't know 如果你发现这几天 你有一个虫 已经跟它和平共存 很多年 不一定那么和平 但是共存的很多年 ok 你就写下来 在你的事实事业 好不好 我说你的这个事实事业 没有人会看 ok 那 圣经里面 旧约新约都好几个地方都提到石头 有没有 石头 一细节 所以 新约来的时候 它要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石心 它要为我们开刀 动一个心脏手术 对不对 那个石头的心拿掉 换一个心 对不对 那么 我现在要给你 每个人给你一个石头 代表那个旧的信念 那个老的信念 ok 你要把它丢掉 所以你可以选一个石头 这个就代表 那个旧的信念 ok 对啊 我捡个最大的 对 我看你 你很快 你就抢那个最大的 ok ok 你就选一个 一个石头 好不好 那这个就代表 那个旧的想法 这个旧的信念 ok 这是 ok 那这个东西 ok ok 你现在要吃 你如果要吃的话 你会 你会有一个蛮大的 惊讶的感觉 ok ok 那 这个东西 ok 你现在就拿这个东西 你就看这个东西 这个是你的 ok 这个是 就是那个信念 ok 你稍微看这个东西 稍微 再 再一次 就认识 它 ok 这个旧的信念 不漂亮 对不对 很不漂亮 很不漂亮 甚至有的人 发现有点脏脏 因为我 刚才拿到 里面洗一洗 可是我洗得不干净 有的这些东西 有的信念 旧的信念 不管你怎么样洗 洗了多少年 还是洗不干净 ok 这个有的东西 不能洗 唯一的办法 就是把它丢掉 把它扔掉 right 这个东西 ok 这个是你那个旧的信念 知道吗 这个代表那个旧的信念 ok 我再也不要为明天忧虑 我不需要讨人的喜欢 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 我那个 那个标签 我就丢掉 我现在不是 雅痛苦 我不是副窗户 ok 我那个标签 我现在希望 你能够 你能够 就 到前面来 就丢在这个十字架前面 好不好 ok 就到前面来说 我真的 ok 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最后一次 看见它 ok 要跟它说 再见 不要说再见 要说 再也不见 再也不见 跟它说 告别 ok 好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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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he he Don't say, I love you, say, you know, say, you know, just throw it away. OK,你要不要把它丢掉,要不要,你说诚实一点,你要,你如果舍不得,那这个,这个旧的信念,就代表你刚写的那个,OK,旧的信念,这个石头,好不好? 就到前面来,丢在十字架前,好不好?OK,come on,我第一个。